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个德沐书峰是我最近应该是 两年来一直在做研究的 事实上我三月吧 二月底和三月我忘记了 我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也去做了一个报告 这里应该有 这里应该有就是做了一个报告 那这里面我想让各位了解 就是说我们提的这个时代背景里面 有这么样一个人物 那么近代日本特别是对中国 他是怎么看 就是说明治二十年代 刚好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二十年代 比如说刚提到的18、190年是明治二十三年 就是教育次与提出来 开始要巩固人民的思想 忠贞的爱国的情操的时候 所以教育战争因为他得胜了 所以媒体传播介入社会的阶层 倡导这个国粹主义的新闻、杂志出炉了 而自由的言论、民族主义也很高涨 所以同时日本的知识政府对于亚洲的观点 不断地产生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变化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对老大哥中国本来是非常的钦佩 非常的景仰的 可是开始因为犀利东建 变成赞美尊敬西欧 再来就是平等、自由的思想 进来以后开始诉求 我们要平等、要自由 那么再来就是同盟合作的一个思考 那么最典型的就是托亚入欧 这个托亚入欧我可能要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托亚入欧是在A18 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1885年的3月 1885年的3月 那么由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这个福河入欧是提出来的 当时他提出来没有入欧 没有入欧因为我特别去查了 就是托亚论 这个托亚论 最后把这个托亚论扩大解释 成为入欧这样子 当然并没有错 只是我们回到原点去看福河入欧 他没有写这两个字 但是内容就是大家所解读的 托亚入欧知识没有错 其实我去年12月到釜山 韩国的釜山去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叫做东亚日本研究论坛 第四届 那么是韩国发起了一个会 第一年在韩国的冀州岛 第二年在日本的刚好是灾区 仙台那个地方 第三年在中国北京 去年12月第四届 又回到韩国南部的釜山 那么一开始是韩国、日本、中国 三个国家的学者参加 这是第一届 第一届我并没有被邀请 第二届我人在京都 第二届我接受到邀请 就是代表台湾的学者 我们有三个人是我一位中研院的学者 另外一位是政大的学者 我们三个人参加了第二届在灾区 第三届在北京刚好碰到 中日关系非常恶化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 是几乎不可以去研究日本 所以听说第三届在北京是关其门来办的 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而已 那第四届去年的12月 扩大举办回到韩国去 釜山邀请了27位学者 那台湾有两位 其中一位是我 里面除了中日韓台以外 还邀请了俄国跟蒙古 也进来一起讨论 那这个会议时论 我已经写了将近一万字 将来都迫在网站 你们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这里面有请一位日本东大的一个博士 做了一个基调演讲 他提到的很好玩 他就批评这个人 就说这个人其实是怎么讲 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当然没有错 但是他爱国的主义 建立在侵略别人的身上里面 他却大啦啦地扛扛而谈 没有问题 对于侵略别人 他是赞成的 这件事情日本的这一位 企囚科研社叫Kamigaito先生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假武战争不应该打的 但是假武战争最后打了 东亚之所以没有和平 现在在讨论中日之间、日韓之间 各位你们都可以看到两个问题 好像永远都无解 一个是什么 历史问题 历史问题是什么 战争嘛 第二个是什么问题 领土问题嘛 是吧 领土的问题 我刚讲说生在台湾、长在台湾 你可能会对说 这个台湾没有国际地位暴躯 然后觉得为什么我是这个样子 日本人他们年轻人也会觉得很奇怪 靖国神社关我什么事 为什么每一次 我们日本人去拜靖国神社的时候 然后中国就不高兴 韓国就不高兴 搞得整个东亚大家好像气氛都很不好 原因是什么 还是回到历史问题、战争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而且过去了 多久了 几十年都过去了 可是这个问题还在发生 这个人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除了骂这个福泽予己以外 他举另外一个例子讲到 他说有一个人 这个人 叫卡斯凯秀 他就把他的例子讲出来 去跟福泽予己对照 对照的结果就是 这个人其实从所到尾就是反战 他认为不应该打 他阻止不了 可是他是一个东亚同盟主义者 也就是说其实东洋跟西洋 很多问题在对比的时候都有一个 怎么讲 说穿了有一个敌对意识 那这个他主张的是 真正的是说 应该是东亚各国是敞开胸襟来做一个同盟 万一欧美要跟我们做对抗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联合起来 来对付欧美 这样子 所以他说日本宪法里面提到和平的精神 应该把他纳进去 因为他讲的是和平主义的 而不应该是这个胡者于己 这是他开场堂 做了第一个演讲的时候就讲到这个问题 那么因为这个不是韓国人来讲 也不是中国人来讲 也不是我台湾的学者来讲 所以他更有收入力 为什么 日本人自己讲的 针对事情 看事情 在这样子做这个思考 那我们看就是因为这个PowerPoint的量很大 我们时间上我不可能很仔细的给各位介绍 我想主要是图片如果有的话 重点我跟各位介绍 因为这是他的出生的背景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其实是在雄本 1863年的时候在雄本出生的 1873年各位他才十岁 十岁就开始要学英文了 进到雄学校去了 所以这个时代1873年在中国有什么事 在台湾有什么事 各位想一想 其实上一堂课或上上一堂课我才讲过 1873年刚好李鸿章跟日本在谈 第一个有正式邦交的条约 叫中日修好规约 有没有 上上礼拜我才提到同时1873年还有什么事情 牡丹社事件 有没有 我也才刚讲而已 对比那个时代德沐苏丰才十岁 他就已经想要去念雄学校了 就是希望吸收西洋的知识 1876年受到尼伊拉达旧的感化 进入同志社英语学校 我跟各位讲京都有一所大学 叫同志社大学 知道吧 这个同志社大学他就是以英语起家的 为什么以英语起家 因为他的创办人叫新岛乡 叫新岛乡 新岛乡是谁 因为简单地讲他就是吸收西洋文明的一个 很先进的人物 我讲一个人物各位可能会知道 如果念中国近代史的时候 第一个到美国去流血的知识分子叫什么 荣宏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荣宏到美国去就碰到新岛乡 他们有不同的一个出生的背景 不同的国家 可是有一个相同的理念 就是希望到美国去求学 但这个人满叛逆的 在毕业了以前他就退学 当然退学有他的这个原因 那之后创办了大江义蜀 大江是当时当地的一个地名 义蜀就像福尔拉雅吉 也办了一个庆应义蜀 那个义蜀是什么 不要浅的 蜀呢 Yuku 我们现在称为补习班 在当时他是诗人的一个教育机构 那么其实他各位可以看到 他爸爸是教授汉学的 他进了洋学校以后 他是教授英文的 历史、经济、政治他都教 而且他教了一个人很重要 这个人是后来资源孙文在日本革命的一个人物 叫宫崎涛天 这个非常有名 他写了一本书叫《三十三年之梦》 如果你们去看的话很有趣 宫崎涛天当时就是在大江艺蜀里面上课的一个学生 换句话说宫崎涛天是谁 宫崎涛天是德乌书峰的学生 1887年他创刊《国民自由》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这个背景 《国民自由》它是在论事、民治中 起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 跟其他的时事问题 那《国民自由》各位他提的这个诉求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刊物的名称是以国民为主导的 就是平民主义者 大家最能接受的 他的发行量很大 其实国民自由赚了很多钱 对德乌书峰来讲其实是赚了很多钱 不但赚了很多钱赚了很多民意 赚了很多当时的赞同的声音 日本的民治中起的社会 这里面涉及到这提到的政治的东西 经济的东西、外交的东西 兼实事的这个评论 1890年他发行了《国民新闻》 一样以国民为首的 1890年是什么 刚刚提到的 刚好是《教育赐予》发布的时候 《国民新闻》他提倡自由、平等、和平 批评、反法、政治、国权主义、军被扩张主义 成为民治中起 活跃于日本的媒体人 好 时间也到了 先到这个时候休息一下 回顾一下德乌书峰在他1890年代 1890年代他的作为是什么 基本上是反战的 对不对 基本上是我们今天提的这个 国民主义的倡导者 等一下我们再看看后面有什么变化 那德乌书峰其实在1894年 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 他当时是一个记者 所以他其实他去跟军方说 我可不可以担任军事巨责 跟着军队到这个战场去采访 但是军方并没有允许他 可是他因为他这个有国民新闻社 他希望做这个最新的战况的一个报道 那这里面我要提的就是说 前面我们讲的其实他是一个平民主义者 是一个反战者 但是后来他变了 什么时候开始变 在1895年的时候 各位知道有一个叫三国干涉环导 有没有 也就是山东半岛 寮东半岛那个地方 本来已经划分给日本了 日本还没有去接收的 还没有正式接收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三个国家应该是 如果没有记错是俄国、法国跟德国 他们这三国干涉了 后来就没有被日本收去 这个时候德务苏丰真的很生气 他说不是已经这个白紫黑字都签了吗 然后怎么会最后这些强权的国家 他们干涉了以后 这个事情就不算了呢 他就开始有这个好像是受到欺负的那种感觉 觉得说世界上只有强权才是正义 世界上只有强权才是唯一的合法的 取得地位的一个筹码 所以他就开始思想转向以后 提倡军备、富国强兵、国家主义 这个时候大改变了 对他来讲很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 那之后呢 其实他有很多动作 包括这个到欧美去游历 到朝鲜、到满洲、到中国去考察 那么其实他接触到很多人 尤其是1917年他到中国去考察 他见到很多很多的政要、军方 跟媒体的这个人士 那还有他在这个著作方面 其实他也有一些贡献 在1918年他56岁的时候开始起草 禁士日本国民史第一卷 我跟各位讲 就是说这个他最后完成了100卷 我这里应该是写错了 也就是说他到90岁死亡为止 并没有完成100卷 应该是七、八十卷左右而已 那100卷是他死亡之后后面的人继续帮他完成的 但是他确实是有这个禁士国民史 有100卷这个很大铺头的著作 等一下我跟各位看 甚至于我跑到熊本去他的这个纪念馆 也看到了那些原稿 那么当然他有受到很多这个奖赏 可是呢 他其实各位看这一条 这里有没有 这里 他成为A级战犯的嫌疑犯被软禁下来 A级战犯其实最后就跟禁国神社有关 有没有 那个像东条英姬二十几个战犯全部被绞刑而死 后来从日本国民的角度来讲 他是一个这个怎么讲 英雄人物 因为对国家有功 那就是从受害者的中国来讲 或者是韓国来讲 他其实他们认为这些人是这个军国主义者 不可原谅 所以现在为什么安倍晋三还有历代的首相 每次到禁国神社去参拜的时候就有反弹 就是这个问题 而当时的德务苏丰从前面上一堂课 我讲的反战一直到最后被列为A级战犯 你看这个人的思想的转换大不大 相当的大的 那么最后他因为就是说是他生病了 辞去一切的公子 那么最后他解禁 就是没有被列到A级战犯去 这边又写了 就是说最后到76件 最后他的孙子把他完成了 活到94岁 他讲了这个人也满潇洒 他说我是一片担心 那我死的时候就一笔勾销 就是Sulete Oleo wa suleru 请你们把我忘记 把我德副书封这个人给忘掉 这样子 这个时代活到94岁也不容易 很长寿吧 也因为他很长寿 所以他的著作其实还蛮多的 那他其实在同志社的时代 那个时候才十几岁而已 他接触到美国传教士 自由主义的经济主义者等等这些人 还有最主要就是说 他是帮助刚刚我提到的 这个同志社的创校的创办者 叫做星岛香来创立这个学校 那么这里面我想他自己讲到 就是说他其实老师很少 不过他对于这个教会 最后他是非常热衷 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洗礼了 这个就是他重配的一个 这个外国的一个经济学的老师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德物出风他其实有很多思想的 一种转变里面 他对于一个贵太郎 他是崇拜有加 所以他也公推 写了这个公爵贵太郎传 那么他其实过去对于自由 道德儒教 他都一直在强调说 自由跟文明开化 他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日本这个国家要发展 必须对外独立 那么所以最后他的转变 其实是很矛盾的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很矛盾 可是他对于日本青年的教育 其实他也非常的专注 对于西洋文明的吸收 他也知道说知识道德 这个是一定是需要教育的 但是他也受到这个宗教的一个洗礼 所以对于以宗教的这个信仰 来做他的后面思想的一个转换 其实是有的 那比如说他对国家 他其实也蛮关心 写了一个将来的日本 24岁他就大笔一挥 就写了一个将来的日本 各位现在几岁 20岁有了吧 不知道 你们24岁的时候 可不可以写一个大部头将来的台湾 其实这个很有可能 就是说我们在台湾面临到一个 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国际局势的一个困境 之前的这个反服貌这个学运 其实整体来讲我觉得带动这个国家再往前走 应该大家检讨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当然里面有很多是是非非 然后整体来讲其实我觉得 这个未来台湾在更民主地往前走的方向 我觉得他应该是正面的 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到那个TPP这个问题 防太平洋的这个东西 我们是完全在边缘 完全在边缘 昨天我们请了学者来演讲 他也提到了 完全沾不上边 而马银九总统他一直强调说 他的任期剩下两年 他说他在任期届满 他最主要的目标是要把台湾推到 能够加入TPP的一个这个架构里面去 可是好像美国没有给我们关爱的眼神 那欧巴马前不久去日本韩国 然后东南亚这样绕了一圈 希望把安倍摸摸头说一说 看能不能有解决的一个好的方法 可是日本这一次很硬 不愿意 前天这个经济部长把出来 那个甘利经济部长来说 现在不要再谈了 因为双方旗舰太深 所以大家冷静一下 我们没有要再派谈判代表团 到你美国去继续谈这个问题 冷静一下 所以这一次这个欧巴马 其实他并没有这个摸头没有成功 然后这个外交策略也没有成功 可是日本倒是吃了一个甜头 不过这个甜头其实对东亚来讲是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他说根据美日共同防卫 这样子一个条约里面有一个第五条 第五条是什么 就是我们承认调余台 现在是托给日本政府来管理 这其实谁都知道 这个也是美国历来 你欧巴马不讲的时候 他本身就是用第五条表明了这样一个立场 说调余台我现在很早就丢给日本去托管 可是意义不一样 你从你欧巴马的嘴巴里面 透过记者会讲出来 你认为中国大陆会受得了吗 这个是问题 那整个东亚又开始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光是一个钓鱼台 好 这个是题外 我们再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当时其实就是说他写的这个将来的日本提到几个问题都蛮重要的 他说国际关系的动态认知外在的危机意识 也就是说其实没有那么单纯 我们不能只看日本国内 当时在日本在国外的这个危机到底是什么 我想大家要去了解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说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什么 日本历史发展的动向 他说要以五转机为主軸 从五倍社会到生产社会到 五倍社会就是什么 其实五倍社会就是这个护国墙兵 就随时可能我要打仗 这是一个问题 那生产 生产是后勤补给 绝对是跟经济有关 跟这个国家安全有关 跟什么战争也许会有关 那么从贵族社会到平民社会来思考这些违心的问题 这个部分就是他获得到年轻人喜爱的一个部分 那他说将来的日本里面 是从亚洲的现况跟俄国的野心的角度 提倡平民主义 思考应对对这个强大的犀利东建的这个情形 应该去思考如何确保日本的经济地位 然后扩张国前以保护人民 慢慢他的膨胀就跑出来了 膨胀的这个主义就跑出来了 那这里面有一个人 这个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叫做吉田松茵这个人大家很清楚 那吉田松茵在德富的一个心目中 是一个英雄的偶像 所以他在1893年写了一个吉田松茵 而且这个吉田松茵在出版以前 其实就是在他自己出版的 《国民之有》连载了十次以上 那这里面我想123我就不讲 他主要就是说其实他有革命倾向 在这个吉田松茵的思想里面 他也说其实去外面打一些这个战国土地 就是侵略别人其实也未尝不可 这样的一个想法 总之他是很钦佩这个人 这里面我要讲一个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蛮有趣的 各位了解一下也不错 时间点就是回到木末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 萨摩这边还有一个人 好 这个图大概就这样随便画一下 你们大概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 来 我把这边弄掉 这个在近代化的过程里面 跟我们之前讲的 其实是前因后果非常有它的背景的历史在里头 所以我觉得跟各位做分享也可以 就是说这是本州 本州最西的地方有一个叫山口县 号称地铃人杰的地方 这个地方包括现任的安倍首相 已经出现过八九个日本首相了 所以他们政坛的人物说 你们要当首相的话 赶快搬到山口去住 其实是有原因的 在木末的时候 这个地方叫做常州藩 常州藩 那现在提到一个 为什么德木书宫对吉田送印 这么样子的钦佩 其实是其来有致的 就是说吉田送印他非常有慧眼 他有先见之明 所以他当时有一个松下村属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势力的这个 怎么讲 你说学校嘛 他不是 在这个山口有一个叫哈吉的地方 他办了一个松下村属 当时就很多 他说我主要就是要培养社会的精英 他要的是社会的精英 那当时有很多人去 伊藤伯尔是其中一个 山县有棚 木户孝云 也就是后来的贵武郎等等都是很多人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叫高山静坐 这个人也满厉害的 在1862年的时候高山静坐就坐船到上海去 他去上海不是去看中国 而是去看上海各位知道 就欧美的势力都在上海 因为租界的关系 所以是去看欧美的势力怎么样入侵到中国 他一回来的时候 两件事情向木户报告 因为坐去的船是叫做千岁丸 这个千岁丸这艘船是英国商船 他不要用了以后 德川木户把他买下来 买下来以后徵召一些 这个木户的一个知识分子到上海去 当时长州皇代表去的人叫做高山静坐 这个人物 这人相当的激烈的 跟那个吉田松印也就是爱国主义者的 他后来带了伊藤博文到东京 去烧英国的公使馆 就是他 他29岁就死掉了 吉田松印也29岁就死掉了 而在松下孙俗经过木户 一直到明治为新 没有死掉的人 全部都在明治掌管国家大使人 几乎都当了首相或者是内阁 那其实他们的大的导致就是这个吉田松印 这样子 这是一个当时代有一个 那我们再往下看九州的南部这里 我们现在称为鹿鹅岛 有一个吉田野起很多人看过吗 阿芝西美有看过了几首 赌鸡有没有人看过 阿芝西美的舞台在这个地方 那各位知道木户的时候其实在近代西洋文明 进到日本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是被迫 比如说开港做什么做什么的时候 这个时候木户他拥有的政权 其实他是不愿意放的 基本上他是希望继续去执政的 可是就像德务书工讲的说 我们要去了解国际社会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有多强 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子 我们不能够关起门来 自己认为怎么样 他就是怎么样 那这个 在这种情形之下 这个时代里面有一个人物很厉害 是当时的凡族 这个人非常有眼见 跟高山靖座的想法是不谋而合 高山靖座回来以后他说要做什么 他画了那个大炮 说我们如果不做大炮 将来不用去跟欧美打仗了 那天输得很惨 赶快制大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赶快制作蒸汽游艇 蒸汽轮 蒸汽轮 就当时最先进的那个大的那个船舰 谁做了呢 岛晋骑兵已经做了 他已经做了 而且他不但做了 他从鹿尔岛已经航行赖户内海 一直到江户 到洪滨 定期的航轮已经在走了 所以他有很多科学技术 先进的科学技术 工厂 设计都已经在做了 最佩服他的人是谁 西乡龙盛 各位知道吗 西乡龙盛其实是他一手摘别起来的 那这里面就有一个 刚刚我们提到153页 有这个字 在木末的时候尊王 就是尊重天皇的意思 这是一个思想主族 第二个 靖木 幻教授也是支持木朴的 比如说新鲜鱼 他就是支持木朴的 再来我用红笔 因为这个要倒掉 所以倒木 木朴腐败 把他倒掉 就像孫文要搞革命 不像楊啟超說要改革 孫文是要把清朝滅亡的革命 那個康有為 楊啟超他們不是 是要改革 是不一樣的 那這是島墓 那誰是島墓 我就用這個畫 這邊是島墓的 這邊是島墓的 還有一個 這個是島墓的 所以他們發現幕府不行的時候 乾脆幕府就不要了 主張開國 然後我們再來面對日本 怎麼樣跟國際社會接軌這樣子 西鄉隆盛他也跟這個長洲凡 都是島墓的一個理念 因此這邊有一個 各位上網去看應該就有 不要複雜 我簡單的講 叫煞場同盟 所以我們聯手好不好 煞這裡 煞場 我們聯手來對抗幕府 把幕府打掉 這裡面有一個人聽的 我也要參加 這個人是阪本農馬 阪本農馬其實他是出生在四國 可是他最後是其實到長崎去了 有沒有 所以現在的長崎 你只要打長崎 或者是打阪本農馬 兩個都會跑出來 他其實在長崎開了一家叫做什麼 什麼商社 我忘記他的名字了 跟烏龜的龜有關的一個名字 那這個商社他是社在半山腰 說是去做生意 說是去做生意 沒有人知道他在做什麼生意 我現在這邊都擦掉 你們就會比較看得清楚 他跑到這裡來做生意 在半山腰 離木府滿遠的地方 其實當時有很多外國的船隻都進到長崎 這個之前我們在德川時代都不斷的介紹 船隻進來以後其實到現在也是一樣 一定有走私 槍 砲 有沒有 那很多槍進來 非常多的槍進來 他去買槍 買槍要導入 就在長崎 他說我剛好在山口 還有在這個沙芝馬都是中距離 而且我這裡要拿那個軍火比較容易 我拿到軍火以後提供給你 然後你們去把那個木服給倒掉 他也是倒木的一個 版本農馬最近很夯 所謂很夯就是最近有一個好像阿婆吧 就是說他家裡面有版本農馬的增肌 他不知道 然後人家問他的時候他說好像有 結果芋花出來以後 現在每天在找 那個是架子連成的一個文獻 是增肌 是版本農馬寫的增肌 不得了 可是那個阿婆好像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差一點把他丟掉 還好沒有丟掉 那那是題外話 那版本農馬 各位如果到長崎去 來 請問大家有沒有人去過長崎 有齁 你去過長崎有沒有去一個花園 Guraba 有齁 你的感想怎麼樣 電子 蛤? 因為他那個上下會有墊肌 什麼? 因為他那邊是有高度的嘛 對 然後他會是室外的墊肌 室外建築 視野很好嘛 看一下就可以看到長崎港口 有沒有 他是一個西洋人的一個那個 怎麼講 庭園嘛 是不是 其實這個Guraba 是英國籍的 英國人他是派住在長崎的一個應該怎麼講 我們現在來講是spy 他要做什麼事啊 其實各位知道英國向來就非常有野心了 到處去殖民人家 英國派Guraba在長崎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殖民長崎 要把長崎拿下來 那以當時英國的勢力 如果真的要把長崎拿下來的時候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Guraba後來認識了板本農馬 因為他們在聊天的時候 Guraba很感動板本農馬的想法 其實板本農馬到長崎來 因為他倒木馬 他在木湖追殺他 躲到哪裡? 躲到Guraba的花園裡面的屋頂上面去 誰包庇他 就是這個Guraba包庇他 最後他背叛了英國政府 全盤拓出說你們小心 英國要殖民長崎 長崎是非常重要 因為他早期就是東西文化的一個交會 非常重要的一個港口 所以長崎如果被英國拿下來的話 那不得了 那就是等於像說佩里的黑船去扣關西莫達一樣的 那到時候會被這個美國跟英國的勢力 各佔了東日本跟西日本 不太一樣 那最後沒有成功 就是他背叛了英國 而且他不回去娶了日本人當老婆 後來死在這個長崎 他的墓園就在Guraba園裡面 是這樣一個情形 他就跟他兩個在做槍彈的一個生意 來支持島墓 這個是另外一段歷史給各位做參考 好 我們回到不能再講吉田松印了 因為沒有時間 給各位看一看 這個是我到那個蘇峰紀念館 蘇峰紀念館好遠 他在雄本 而且雄本在進去有一個叫做 米娜瑪達的地方 我是開車去了 記得開好久 開了很久才到 那這裡面紀念館雖然是很小 可是我們都可以看到那個他的一些 叫比如說蘇峰寫的這個吉田松印有沒有 的書 他的原稿 那這個是所謂優求錄是什麼 優求錄就是吉田松印被關的時候 在裡面寫的 吉田松印雖然年紀很輕 二十九歲就被僑刑而死 可是而且他有三分之二的這個生涯 都被關在監獄裡頭 那之後發現他在裡面這個談戀愛 有一個女孩子也被關 那他們彼此所謂談戀愛是不能正面的談 而是用那個筆寫那個Love letter 然後傳過來傳過去 那後來這些Love letter被發現了 就是在裡面談戀愛 兩個都是面臨死亡 所以很多事情都看得很開 這也是真實的事 所以這個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德務書峰在寫吉田松印那本書的原稿 而且他還跑到吉田松印的墓裡面去參拜他 也就是他很崇拜 他非常崇拜 其實日本人崇拜吉田松印有很多 包括我最近在那個調查水戶的 那個帳號館的資料有沒有 當時吉田松印都跑到水戶去 應該是怎麼樣 去朝拜去 朝拜誰 就是去朝拜那個 他們編的那個大日本史就是德川光國 也就是那個你們稱水戶皇嘛 所以吉田松印跟水戶學他的淹源也是很深的 而水戶學的淹源跟後來的明知惟心的思想 又是有很深的淹源 我盡量給各位看照片 這個就是國民自由社在東京 他所創辦的這個國民自由社 那這是國民新聞 當時代發行的部署也很多 而且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它是第一號 非常有歷史的一個價值 這次是國民經文 那再來就是說他曾經到中國去 到中國去 他就寫了一個滋納漫遊記 在1918年的時候 那這個是他到天下第一關去看的時候照的照片 二十世紀初期 能夠照這樣的照片存下來已經不容易了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記者 那再來我講就是說 近世國民史 它有一百件 我特別把它標出來 我特別把它照出來就是第九十件是寫什麼 寫台灣義史莫篇 就是說這個台灣殖民的那段歷史 他就用一本書來做交代 這個後來他失意 就是說他的一些報社什麼都不見了 因為他本身原來是反戰 原來是平民主義的 那個時候我不是跟各位講說他賣得很好嗎 賣得很好其實很賺錢 可是最後他這個支持戰爭了以後 其實老百姓對他不喜歡 他的東西就賣不掉 一下子他的那個伏利就降下來了 他的人氣也往下降了 因為他等於是往那個軍國主義 那個方向去走 其實大家不太喜歡 那最後就因為經濟產生問題 他跟人家合作的那些股東 可能跟人家這個有意見不好 最後幾乎就是被人家趕出來 所以他就很失意 因為這個報社他已經經營了太久了 算是他的生命裡面很重要的一個事業 可是他被退換掉以後他心情很不好 心情很不好就跑到台灣來游歷 然後就講了一些話 台灣遊記 他因為當時來的時候他跟總督府的 那個總督叫做華山之記好朋友 所以給他很多方便 他就寫這個台灣遊記 我把它看了一下 在民友社1929年的時候 當時其實日本政府統治我們已經好幾十年了 從你看看30年再加15年 應該是統治我們有46年了 已經統治台灣46年以後他才來了 不是36年我記得講錯了 那這裡面他各位可以看 他說台灣雖小 但是它是日本帝國的一個飛石 日本帝國如果要發展 要從這一塊飛石開始 雖然我寫日文大家看得懂 這邊這是他寫的 所以從這一連串開始 他就台灣遊記裡面他就講說 封城秀吉他也要攻打台灣 德川家康他也是要攻打台灣 就是說日本人進軍海外 這個怎麼講 這不是新聞 也不是說這個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去做應該可以的等等 他對台灣零遊有很多論述 那1894年剛好是甲午戰爭那一年 他提了 他就寫了一個大日本膨脹論 在這裡 大日本膨脹論 他說台灣土地 南太良之門戶 他說無等於國防上 殖民上 通路上 他深信台灣不可不取顯示 中日交流戰爭的時候 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 台灣的國際地位到今天 雖然還不被承認 但是台灣的這個地理位置 他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到今天也是非常重要 這個沒有人可以否認 我把照片台灣的部分給各位看 看完 就是他到日本去的 他到台灣來 在台灣總督府到悟峰去 到這個我們現在的原山飯店去照相 這個在藤萊園 就是悟峰那個地方 跟記者他們一起照相 到台中的朋友家 到基隆的廟口 到琉球去參拜 不是琉球 對不起 就是車程啦 那個台灣事件的那個地方去 到林家 板橋 花園 他都去了 草山 溫泉 就是到陽明山 到鵝蘭比最遠的地方 到嘉南大郡 到我們埔里都去了 到埔里都去了 這是到埔里 好 這是紀念館 講到這個德務出封上個禮拜繼續講 就是他有一個這個國民之友 這個雜誌 它是創刊的 那各位想一想 我們這個世代25歲 其實還在找工作 還在奮鬥 但是當時代25歲的德務出封 他已經成立了民友社 創立了國民之友的雜誌 它是翻案從美國的週刊誌 叫做The Nation這個雜誌 是綜合性的 那麼把它出刊 那最主要 他有著名說 這個雜誌主要是以政治社會經濟 跟文學的評論 好 各位看一下投稿的有哪一些人 幾乎都是大家 我這些名字我就不念了 大概等一下我們會介紹幾個人物 比如說新杜護稻照 這之前我們也介紹過了 井上哲次郎會跟各位介紹 屏內逍遙 深歐外 這些場觀學界的人 幾乎都在這個雜誌裡面投稿了 而且他創刊的時候 當年就發行了7500部 是相當恐怖的 就是說他受到當時代的一些 日本人知識分子 場觀學界的一個認同 這個國民之友是不得了的 而且到第10號 也就是說12345到發行到第10號的時候 他已經超過1萬步了 就是說越來越被看好了 他這個國民之友 其實國民之友是把海外的 很新進的這一些政治社會經濟跟文學的一些消息 納進來做一個評論之外 這一些大家去投稿 他們的文筆 他們的內容都相當的好 受到很多讀者的青睞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所以他的國民之友是相當被看好的 所以蘇豐他就以這個為舞台 這個主要他是批評貴族的歐化主義 國粹保存主義 政治方面他是以打倒藩法政治 實現責任內閣制等等 他的這個思想慢慢有一些轉變 我們可以來看 那這個就是當時他這個創辦 這個國民之友的一個合照照片 這是相當有代表性的一張照片 那另外就是說國民之友刊刊了以後 三年之後他28歲 他又創了一個國民新聞 自己當社長還當任這個主筆 那麼可能就是把以前他經營的 那個大疆藝術的相關的人 把他找起來 刊刊的時候大概發行的分數是7000 內容也是涵蓋了這個非常多的領域 政治 法律 經濟 宗教等等這些都是 那麼國民新聞 他因為他是大眾的輿論的一個媒體 所以基本上他還是扮演著一個鼓吹民權 立憲改正跟全國的進步主義等等 把這些主張做一個結合 這國民新聞發刊大概有40年左右 一直到他67歲的時候才停刊 那麼這個停刊其實背後有一些 就是經營上的一些理念不同 基本上他是很不願意停刊 但是被迫停刊 也因為停刊以後他在1929年的時候 二月他到了台灣來考察 而寫下了台灣郵寄 這是德沐蘇豐跟台灣第一次接觸 那我之所以會特別的把德沐蘇豐跟各位介紹 基本上是他跟台灣其實有一點關係 這是國民新聞當時看出來的一個部分 那麼另外當然他們也有到中國去 之前就是說在我們說這個中日交舞戰爭的時候 其實他就一直要求說要到這個第一縣去採訪 雖然軍方沒有同意他 可是他個人以私人的行動還是跑去了 做了一些報導 他當然有這個更早的時候他就去過中國了 所謂更早就1907年的時候他去了一次 1918年還是去了第二次 他見到誰各位看一下這個地方 尤其第二次他見到的這些人物 其實都還很重要一些人物 稍微我念一下 比如說他從沈陽到中國去 那麼到江西到南昌 那出版了一個叫《知那漫遊記》 通常他去到一個地方回來 就會寫一個遊記之類的 到台灣來他也寫了一個台灣遊記這樣子 那這個還是回到他自己經營的 這個東京的名有社去出版 重要人物有誰 他拜訪了奉天的都君張作霖 那各位都很清楚 這個是軍閥 吉林省的都君 孟恩元等等這些人 還有國務總理段祺瑞 總統馮國章 外交部長汪大葉 梁啟超 曹如臨 跟最後當上副總統的徐世昌 這些人呢 德務書中都見到了 都見到了 因此他其實當一個記者 在跟這些人物這個interview 或者是交談的時候 慢慢慢慢他就有他自己對中國的一個觀感 而寫出了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直那漫遊記 那第一次去的時候他也是拜訪了很多人 他說78日有 應該是他去了78天 每天寫日記 見了誰 見了袁世凱等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人就是豹人 叫汪康念等等這些人 還有兩江的總督叫張之洞 各位知道張之洞他也是比較先進的一個學者 不是學者 一個官僚 但是他提了一個勸學篇 這個勸學篇其實在晚慶的時候 對這個怎麼講 中國的所謂洋務運動他是有一些幫助的 而且張之洞他本身在引進日本的軍人 他是有他的成績的 也就是說日本的軍隊的訓練 他是軍技非常的深遠 而且怎麼講他們作戰的能力非常的強 所以張之洞的立場是 應該效法他們的軍人的部隊怎麼樣的訓練 請一些軍官到中國去來教看怎麼樣的訓練 這個是比較這個怎麼講 改革思想的一些人 對 好 那麼蘇豐慢慢認為中治之間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歷史上的認知 這些歷史上的認知其實一直到現在 都是有這些問題的 那比如說他也提到跟外交這個部分有關的 像俄國的南進 俄國的南進對日本一直都是一個威脅 比如說我們現在看到歐巴馬前不久到日本 到韓國 到東南亞菲律賓去 還有現在中越的問題出現了 那麼這個很明顯的就是說 美日安保條約再一次的重申 尤其是歐巴馬說美日安保條約的第五條 他重新再強調一下 美國把這個釣魚台交給就交給日本 脫館 脫館 這個是從來在歷屆的美國總統的嘴巴裡面 從來沒有講出來的話 而他講出來了 讓中國跳腳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昨天前天開始 這個蘇俄跟中國有什麼動作 你們看到了吧 就是習近平跟普廷兩個人 中、俄雙方緊急的會談完了以後 開始要軍事演習 而軍事演習的地點也非常的敏感 在哪裡就是離釣魚台很近 很顯示就是說中俄要來抗衡美日 那麼很重要的一個點 其實是釣魚台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些歷史的問題 領土的問題 其實自古以來一直到現在 不能說自古 至少近代以來 他就一直存在了一個問題 所以像初鋒的這個角色 他也看到俄國的南進 包括之前我們講說呂順 日本沒有取得的時候他很不滿 他說三國可以干涉 然後把原來的這個講好的事情 都會給他推翻掉 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道理可言 沒有道理 世界上要怎麼樣能夠強 就是一定要富國強兵 只要你的這個國家軍隊武器非常強大的話 我相信你講的話就是道理 否則的話都沒有用 他慢慢的思想有這樣一個轉變 所以你看他就是說 列強介入琉球的問題他也不滿 中化戰爭裡面還提到日本獨立論 所以呼籲日本朝野 盡速建立全球一致的防衛體系 他慢慢有一個防衛的概念 也就是說日本在列強環式的 一個國際環境之下 日本要如何獨立自主 他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他就在這個中國遊記裡面 有所謂的觸目有感 對中國人的民主性跟現代化的一個發展 提出一些批評跟還有一個中日之間 他去做了一個比較 那主要是沿著這幾個方向 中國的民主性 現代化與中國 中國的政治現況 日本的因應之道 這裡面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因應之道 這個有一位葉弘林 他是應該是 台大政治系的研究生寫了一本碩士論文 各位有機會可以去看一下 跟著帝國的腳步 德護書方認識中國的視角 那這個就是支納曼遊記在第二次去 他第二次去的時候就寫了這個東西 那裡面有照片 那再來就是禁世日本國民史 最後其實說到完成為止 他死掉以後還繼續編 編了大概有剛好一百冊吧 超過 那禁世日本國民史 其實編傳的內容 他其實非常非常的豐富的 那麼最後在一百卷完成之後 到1979年的時候 日本有一家出版社很有名叫 《摳彈俠》 蔣涵社把它發行為文庫版 所以蔣涵社有這個 《禁世日本國民史》 也就是德務書方的《禁世日本國民史》 一百卷 一百卷重新的發行 那最後他就出現了一個大日本膨脹論 《大日本膨脹論》我們可以看到 三國干涉環了以後 他開始有一個不同的思想的轉變 他本來是提倡平民的國家的 變成日本要走膨脹的國家 本來他提倡的是平民主義 自由民權運動 他開始轉向帝國主義的思想 學習西方的政治體制 也是他原來的這個構想 可是最後他說 我們要以皇室為中心的一個思想主軸 這樣子就出來了 那麼這些膨脹主義到最後 給他走上一個非常極端的一條路 他說1894年假如戰爭的時候 他在《國民自由》的雜誌上 發表了一個好機會 他說這個是三百年來 從收縮的日本要轉換成為膨脹的日本 最好的一個機會 所以他去做了一些採訪以後 就開始鼓吹這個膨脹的思想 他說人口增加力 人口必須增加 國家才能夠強壯 國土必須擴張 他說六十年以後的日本 要擴張到像今天日本的國土的兩倍 那不是去侵略人家 他哪有什麼國土 可是這個思想的轉變很恐怖 一開始沒有 所以他膨脹的價值觀裡面 有這個倫理的權力跟國家的規範 講戰爭跟國民 也就是說軍事戰鬥的勝利 就是文明的教化 這個邏輯上有一點不太通 那將權力擴張視為日本的正義價值 其實這是一種粉飾道德的一個偽善行為 可是逼著他 他不得這樣子做 因為他自己很明白地承認說 三國的強權硬把呂順遼東再拿回去 這件事情讓他受不了 那麼這個他的膨脹不只是如此 還有很多 我想時間上我就沒有辦法一一來跟各位介紹 但是主要就是說人種人口強拼護果 這個是對外膨脹的一個條件 必須要去籌備出來 假如沒有的話日本還是不行 其實國力的增強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人口 我覺得在我們這個世代 徐老師這個世代像我呢 我媽媽就生兩個小孩 我跟我姐姐 那個時候是政府內政部的口號 叫兩個孩子恰恰好 就是說你不要再多生了 因為人口太多了 那比較一下好了 就是我媽媽的哥哥、姐姐、妹妹 他們生了多少小孩 至少都兩位數 然後我媽媽就生我跟我姐姐兩個人而已 是少數 非常少數 所以在當時代幾乎每一個鄉下 很貧窮的家庭裡面 五、六個那是最少的 七、八個 超過十個的大有人在 所以那個時候政府在呼籲說 你們不要再生小孩了 所以叫做兩個孩子恰恰好 但是四個到現在 政府呼籲什麼? 你們趕快生小孩 我們有很多補助 補助讓你們這個生小孩無後顧之憂 當然這有自己要好好的去規劃 不要一頭就栽進去 當然有很多人是很喜歡小孩說他要生幾個幾個 這是很好 問題是你生小孩的時候不是生了就結束了 生了才開始要頭痛 就是癢跟癒 癢跟癒 那這是非常非常棘手的一個問題 而且癢跟癒啊 其實癢還比較簡單 說老實話 癢就是我們今天吃稀飯 小孩子也跟著我們吃稀飯 小孩子沒飯吃 我們拿到有吃的東西會先去餵小孩 這個會是父母的一個本性 所以癢我覺得就是給他吃東西 讓他長大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癒就出現問題了 育女如果沒有好好去教養他 我要講昨天下午四眼都發生那個事情 其實那個是教育出了問題 現在還沒有出來 但是我可以預測那個原因最後是教育的問題 教育的問題 那是家庭教育、學校教育 或者是社會的教育 在某一個環節裡面出現了一個問題 所以那個是很嚴重的 就是說我們生了一個小孩 後面的教育才是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身為一個老師 在學校給學生的一個教育 那個教育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們講說教養教養是什麼東西 教養是在補習班裡面不會教各位的 如果做錯事情不來上課 許老師會生氣不好好唸書 許老師會叫你們好好唸書 要怎麼樣去應付未來的趨勢 就是我們會跟你溝通 這個是我們在教養的工作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而且也是很難的很難的事情 那教養如果很正軌的 這個很順利的這樣子出去 那麼各位到社會的各階層去 很順利的去成長 這個社會就會很平和的 否則就會出問題 在哪一個節骨眼會會出問題 我們其實都不知道 這個Musabets Satsang Jigen 在台灣應該我的印象裡面是第一次吧 沒有 很少 而在日本是經常發生 好像傳染病傳到台灣來 很恐怖 而且坐地鐵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坐地鐵 我們每一個人昨天四點多很有可能都在那個現場 所以這個不是個人的問題 這是社會集體要面對的一個問題 將來如何去應對 我個人歸絕到還是一個教育的問題 這是很嚴重的 絕對不是單一事件 我覺得它不是單一事件 最後當然會明朗化了 好 那我再給各位看一下 我想主要就是台灣的部分 各位看一下他到台灣來的時候 他也這個寫了一個台灣遊記 這台灣遊記1929年的時候他寫的 他這裡我特別用這個日文原版就給他標出來 他意思說台灣雖小 可是日本帝國的飛石 台灣雖然很小 他卻是日本帝國的飛石 也就是說日本的帝國將來要膨脹 是要靠台灣 以台灣為踏腳石再往外面擴展 所以帝國的發展是從這個飛石開始 是一定要從這個飛石開始這樣子 那麼他記錄了這個對殖民地的看法 比如說遊記中他可以清楚了 我們可以看到他 封城秀吉想要寄予台灣的是德川家康 日本人進軍海外 佩里來日本的時候 他們看台灣是怎麼樣 日本跟台灣的交流 日本回歸台灣的領土 再來就是中國統治台灣是怎麼樣一個情形 還有日本要領有台灣應該怎麼辦等等 那其實他說台灣的土地是南太平洋之門戶 那五等 就是我們日本人在國王上 殖民上 通路上 深信台灣不可不取 不可不取 顯示中日假午戰爭的時候 台灣對日本的重要性 那這個是他來遊玩的時候的照片 這個也是 給各位看一下照片 這個是到基隆去 他是從基隆上路的 那你看他其實還有到那個 所謂牡丹色事件的地點 那邊有日本軍人的這個 怎麼講 牡他去參拜區 那這個是鄰家花園 到陽明山去 到鵝蘭比去 到嘉蘭大郡 到埔里 去了很多地方 那這個後面我再介紹一下 這次就是我到那個他的故鄉 他出生在雄本的 米娜馬達那個地方 這個是館長 就是這個紀念館的館長 那他帶我進去 各位可以看得到 他的著作等身其實蠻多的 相當多 我跟館長拜託的時候 我從台灣來 他說沒關係 就隨便讓你照 你要怎麼照就照 那麼我就照了很多 這個是他的寫作的一些草稿 一些筆跡 那個就是大疆藝術的一些講義 都在這個地方 那他本身也喜歡刻印 你看他的印相當多 在落款的時候 他學英文 很早我就跟各位講 十幾歲他就開始到同志社去了 這個都是 這個是國民之友 這是他的毛筆字 毛筆字 這個是他有一個弟弟叫做德富盧花 盧花他的弟弟 這是作家非常有名的 他們兩個小的時候就生長之家 就住在這個地方 那館長特別開車 又帶我們去看他小的時候出生的地方 這有一個Hobbning的介紹給各位 還滿有趣 我為什麼要照這個地方 就是說他這個就是生長之家的二樓 二樓通常是不開放的 他說那你要研究德富書 我特別開了那個門 然後讓我上了樓梯去看 他說德富小的時候就很叛逆 然後經常被他爸爸關 關這個哪裡 關在這個地方 然後不給他下來 除了上廁所以外 吃飯的時候不給他下來 就拿飯上去給他吃 全部關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一個故事 他小的時候 那這是他穿過的衣服 帽子等等 還有這個 我們後來了解一下半報詞 其實不是只有德富書封而已 各位看一下 就是說知識分子要口誅筆伐 他批評政府或者是給政府建言 其實最有效的就是他擁有媒體 自古以來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看這一些比較有名的人 其實他都有這個媒體辦報紙 胡則玉吉他有時事新聞 德富書封剛剛講的他28歲的時候 是國民新聞 得到了這個內藤湖南的時候有台灣日報 那內藤湖南他對台灣的統治也是滿激烈的 雖然他是所謂的 京都學派的一個中國學者 他早期也是一個Jana Visto 陸傑南 我們在這裡面 這個152頁教科書裡面也有這個人物 他其實也是這個辦報 日本 日本 不是日本人 日本人 我這裡弄錯 日本人是前面一個 日本人的這個雜誌是前面一個 這個人叫山宅雪嶺 所以我們都可以看到他這個辦報的一個情形 在這裡面發展過三十五十五十五十一 中國學生戰時未來、國際學生戰時未來 他們就回應傳事物 看到它在封推特 超過四十五十五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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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十七十七十八十七十九十七十八十九十七十八十八十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